歡迎收看8891汽車頻道 我是阿基拉 今天來到現場是Honda的全新大改款FIT 這台車的定位是小型先輩車 就車格定位來看的話 它其實在台灣市場有蠻多的競爭對手 比如說像是Yaris、Swift、Polo等等 我們會列在畫面上因為蠻多車的 可是如果說我們從它的定價策略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這些車可能都不是它瞄準的對手 那我們今天的任務主要就是來看看 全新一代的FIT 它到底改了些什麼東西 進化在哪邊 因為原廠跟我們說 所有的東西都是經過特別的設計 要去強調它的精緻化質感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特地檢驗一下 到底全新一代的FIT 它改進了哪些東西 現在的FIT開起來又是什麼樣的感覺 另外在今天的試駕過後 我們一樣會用一般消費者的觀點來進行分析 並且告訴大家 三個值得買跟三個需要考慮的理由 內裝機能如何 我們現在坐在全新一代FIT的裡面 大家去看它整體的內裝設計 其實有些地方我個人是蠻喜歡的 比如說它的方向盤 你看這個方向盤上面的按鍵呢 居然是烤漆的耶 你很少會在平價車款上面 看到烤漆的方向盤按鍵喔 另外在操作方式上面呢 它是跟滾輪搭配操作 我覺得因為它立體感也做得很夠 所以使用起來相當具有直覺性 不用特別去記憶它 另外在烤漆的飾板部分呢 你看前座的置杯架 安座的部分這邊也都有 在整體的質感方面確實是有提升的 另外呢 在空調介面的部分 我個人也蠻喜歡的 因為不管它整體的設計 甚至是顯示的方式以及操作的方式 都是有一點高級車的感覺 但比較可惜的就是 旋鈕在旋轉的時候呢 它的聲音還是做得稍微大聲了一些 那在功能性的部分呢 我們首先看到方向盤 方向盤本身有四項調整的功能 所以你可以調整成 比較適合你的駕駛坐姿 上面有換擋撥片可以使用 那右邊的控制按鍵呢 主要是來控制ACC自動跟車 左邊就是音響系統 以及電話的連結等等 接下來我們看看儀錶板的設計 儀錶板本身呢我是蠻喜歡的 因為它的畫質對比度也高 在大太陽環境下呢 閱讀效果也是蠻不錯的 那本身呢有不同的模式可以去調整 如果說你覺得駕駛資訊 你不需要那麼多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去做一個切換 另外在裡面呢 我們也可以看到 當我們打方向燈的時候 裡面的車子的燈啊 那個小圖示它是會跟著連動的 所以那種感覺真的是有精緻化一些 另外當你在操作LV2駕駛輔助機呢 或是使用倒車雷達的時候 在這螢幕裡面呢也都會顯示 相關的資訊喔 那我們接下來看看 車載系統的部分 車載系統啊我個人比較不滿意的啊 其實就是它這塊螢幕喔 因為我相信大家從畫面上就可以看到 這塊螢幕本身的亮度 並不是很夠喔 而且解析度呢 也算是差強的膩而已 因為你看它的圖示的邊緣啊 都還是看到一些明顯的鋸齒喔 但好處是它的運算速度算是蠻快的喔 比如說我們現在已經接上Abo Carbway了 它同時也支援Angelo Auto 然後它反應算是蠻快的喔 那我們接下來看 收納空間的部分 在這台車呢 安座的部分它算是坐比較低的喔 所以呢在收納空間的配置上 你會發現算是舊手 只是說前面這裡啊 就我手可能要伸長一點 才比較好用 但是好處是它的空間算是大喔 比如說我們這種手機 放這邊算是好拿取的 那這邊有配置兩個USB-A 然後一個12V的電源 那在排檔座的後方這裡 有電子手插車 以及AUTO HOLD的功能 另外ECON模式可以從這邊去開啟 如果說打開之後 空間看起來好像並不是很大 但是因為它的深度其實是蠻深的喔 像寶特瓶 我們也是可以放到這樣子 基本上也是蓋得起來喔 然後這邊它有提供兩個杯架 前面是比較大的 後面是一個方形的 你可能就放一些 瓶身比較小的飲料類 另外在收納機的部分呢 我個人很喜歡就是 駕駛座的左右兩側 它都有自杯的機能喔 你可以把飲料直接放在這裡 另外在副駕駛座前面呢 也有一個小的收納空間喔 拿來放手機 燈的物品也蠻適合的 那手插箱打開之後 它雖然空間並不算特別大 但整體的格局還算是方正的喔 你要放物品也算是方便的喔 那我們去看看後座的表現 後座空間大嗎 我們現在坐在FIT的後座 大家可以看畫面上喔 FIT的後座其實坐起來算是蠻寬敞喔 頭部空間呢 雖然說離天空板是有點近 但是呢 如果說你這樣做的話呢 它是不會有很明顯的壓迫感 那膝部空間呢 我們剛才量過是19.25公分喔 也算是足夠的 那後座椅的部分呢 是我個人蠻喜歡的 因為它椅面算是蠻長的 可以讓大腿獲得一個完整的支撐 那材質部分呢它是皮面喔 再加上織布的設計喔 在防滑性部分呢 算是有強化的 那後座的部分呢 它的收納機能算是比較少的 基本上呢 你只能夠在門板上面喔 找到一個像這樣的收納機能 那杯架的部分都是在門板的下方這裡 所以如果說你後座要放咖啡杯等等 就比較沒那麼方便喔 後座的部分它是沒有出風口的設計喔 那我覺得這樣坐下來的話 冷氣雖然是夠用啦 當然如果說有後座出風口的話 會是更好一些的 那地板面的部分平整度算是不錯的 如果說你坐在中間的話呢 你腳部的生產空間 會比較多的喔 另外呢 FIT的後座椅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它的椅面是可以直接翻起來的喔 在新一代的FIT上面呢 也是有這樣的設計 比如說我們直接翻起來 然後這邊壓下去它就會卡住喔 如果說你想要載腳踏車等等 可以把兩個椅面都翻起來 這樣就蠻方便的喔 那接下來我們看 行李箱的空間設計 行李箱夠大嗎 我們現在 看到FIT的行李箱空間喔 其實就視覺上來看的話 你會覺得上一代的好像比較大一點喔 因為 上一代的行李箱空間呢 比較方正一些喔 不過沒關係我們現在 現場一樣有一個29吋的行李箱 跟兩個20吋的登機箱 我們要實際來試試看喔 它到底放不放進去喔 那我們來現在大的 好像有點 瞧瞧一下 喔可以喔 然後再一個20吋的可以放旁邊 再一個20吋 好 現在三個行李箱都放進去喔 還有一些空間可以使用喔 所以即便我們就目測 覺得說 這一代的 FIT它在行李箱空間 好像稍微縮水了一點喔 不過如果說我們要放三個這種 大家常常帶出去的行李箱 它也是夠用的喔 另外呢 如果說你想要應急使用的話 椅背呢 也有64分離的機能 可以使用 駕駛視野好嗎 駕駛視野的部分啊 我覺得這應該是我們 近期內開過駕駛視野最好的車了 我覺得這不只近期 我覺得未來好 它的時間應該多的是 駕駛視野真的很驚人 開闊度 它給我們的支架有90度 那傳統的A柱設計都是一根嘛 很粗壯嘛 它現在的做法是喔 後面這一根才是A柱 前面只是拿來架擋風玻璃的 其實意思就是說 因為我們A柱其實是要 承擔車輛的結構 跟一些撞擊安全性 那它這一次呢 原本 通常A柱都是前面這一根 它是把它往後移 拉到後面來 對 等於前面那一根就是作為 擋風玻璃的支架用 架擋風玻璃 那它這一根就可以不用做得很粗 它強度不用很多 對 所以相對著我們視野就更開闊 然後同時前面那個三角窗也變得更大 不過也有一個小缺點啦 就是 因為A柱現在坐在這裡嘛 對 所以說它的左右後視鏡不得不往後 往後拉 那變成說 你在轉頭看後視鏡的時候 你頭轉動的角度比平常的再多一點點 再多一點點 對 但我覺得整體來說都在這好適應的 煞車好掌握嗎 煞車的部分 我覺得是這台車做得很棒的其中之一 而且我覺得它的煞車的自動力道非常的強 就是你踩的時候它很確實 對 很確實 說我要踩多深它就給你多深 那多少力道就給你多少力道 對 但同時呢 它又很好適應 你在市區開的時候也不會覺得說它做得太力 然後煞車的時候常常會點頭 我覺得這個本來就是一個很兩難的東西 但是它這台車上真的做得很好 對 掌握得很好 而且 我們今天趕快聽簡報說 它其實有講到一個 算是比較特別的東西 它有說它後輪的煞車的卡鉗 把它往上移到基本上已經是正上方了 疊盤在正上方 原廠是說這樣可以有助於 減少你車輛 點頭的那個效應 其實我們這樣開真的是 很少之一會出現點頭 如果在我們一般的開法 我覺得 在這台車上煞車是一個 很好掌握的而且 你踩起來會覺得很確實 很有信賴感 很有信賴感 真的有信賴感很強 而且就是 再加上車重型 所以自動力道真的很不錯 舒適性好嗎 好 那在舒適性的部分呢 這應該是我們 目前啊 台灣有在賣的HONDA裡面 隔音最好的車了 沒有之一 絕對 是絕對 舒適性大躍進 這一次的隔音呢 全車都是 算是下了蠻多苦心的 包含地毯加厚 防禍牆前後的加厚 儀表台也加厚 窗子的隔音的膠條 也變成全副式的 所以整個基本上隔音都表現得還不錯 對啊 而且它不只是 中低速的時候表現很好 你速度上哪一點啊 基本上只要 因為我們尾巴引擎轉速拉高嘛 會聽到比較明顯的引擎聲 但是 車外的噪音 我無法想像 這是一台FIT 這件事情真的很令人驚訝 真的沒有想像它是一台小車 從來沒有一代FIT的隔音這麼好 而且還是 全車系最好 對 真的是超越 CRV HRV 有點尷尬 不過這對於舒適性的幫助其實蠻大的 另外像是濾震效果啊 這台車它其實開起來是有路感的 對 它不是說 比較傳統的日系車設定 都是會比較軟掉 然後可能犧牲掉路感 它是有路感的 但是它同時呢 又把你該有的濾震效果提供給你 就廣義上來看 它就比較像是 位於歐系車跟日系車的中間 它這次很明顯的韌性跟製設性都比較強 然後 同時又不會讓你覺得太硬 或者是 有一點不協調的感覺 它反而都可以吸收一些衝擊 或是一些起伏 然後同時提供你很棒的路感 跟回饋 讓你去掌握你車子的動態 尤其像這種 小型先輩啊 最怕就是後軸彈跳 對 但是這台車上 它是會有 比較明顯的路感 沒有錯 但是你不會覺得那個彈跳是造成困擾的 而且它路面的回饋感 其實是蠻有質感的 對 它不會那種很直接 空空空空 它反而是有 好像有一個 橡膠隔絕的感覺 我看資料啦 它是說這些 所有的減震電 都是經過特別加強的 對 這讓你這台車 開起來整體的乘坐質感 其實已經不像是 一般我們所認知的 平價的 小車 小新鮮貝 因為 一般平價的小新鮮貝 不管你是要做舒適化取向 操控取向 或者說你就是 以配備為主 等等都可以 但是 你總是擺脫不了一個現象 就是它開起來總是會顯得有點粗糙 然後單薄的感覺 對 有點粗糙有點單薄的感覺 但是這台車 我覺得 其實真的整體的質感 乘坐質感是升級了很多 我覺得這跟我們以前對於小型鮮貝車的認知 真的是差異蠻大的 除了這個部分 其實在座椅 也真的還不錯 這次的座椅有針對一些人營工程做了一些強化 包含什麼 穩定的骨盆 從它椅子的骨架開始調整之類的 然後還有針對你身形 做一些服貼 所以舒適性跟泡棉的調整 都提升蠻多的 我覺得這個就是 像豪華品牌車 他們在座椅的設計上 就會特別去重視這一區塊 就是人體工學的設計 到底能不能夠 提供你長途使用的舒適性需求 這一次我們看到它在座椅的設計上 確實是有朝這方面去貿易進 在動力銜接性的部分 這具CVT 跟我過去開的CVT 有一點不太一樣 它的反應算是很及時的 我輕輕踩一下 它就沒有像以前的CVT一樣 我踩著 要等個一拍 我是半拍 然後慢慢給我動力 它現在算是 很及時的 就讓你提速了 其實甚至是連低檔都還蠻及時的 對 連低檔都蠻及時的 所以在油門的掌控度上 相對就更容易一點 我覺得這是兩面看法 因為有些人他就是習慣了 CVT 即便我多踩一點 但是他就順順給我 我覺得這樣的感受是安心的 但是 某些人他會覺得說 這樣太慢 好像之後變速箱都不回應我的要求 但是現在他是比較偏極致性的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這種極致性的 對 我也比較喜歡這種極致性的 另外有個特點 就是 這台車如果全油門的情況下 它不像就是 傳統的變速箱設定 就是全油門 我假設用S檔 然後我自己手動換檔的話 對 它會一直拉到紅線 沒有 它沒有 對 如果說你全油門的話 在一般的情況下 它大概會落在4500轉左右 它會視你的出力的狀況 視你的倒入的狀況 然後 把轉速維持在4500轉左右 在那個區間 為什麼是那個區間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是 它引擎 扭力輸出最好的區間 對 因為這一次這個動力呢 雖然大家可能聽到 都是1.5升的自然進氣引擎 但這次其實是一個 重新開發的新引擎 對比上一代FIT 上一代FIT是單凸 那這一代是雙凸 而且它在壓縮比上 提升滿多的 再加上還有內部 還有多增加一些機油噴嘴 可以降低引擎的溫度 然後讓它可以在一些 加92的狀況下 就可以撐得住這一次 10比6的壓縮比 我覺得這一點真的是 蠻特別的 對 因為一般你 壓縮比越高 你要求汽油的品質越高 但是它是不是跟我們說 你加92也可以 但不過這個東西在原理上 其實正好解釋 是因為通常溫度比較高的時候 你就比較容易爆震 那你就必須要加 耗速比較高的汽油 但因為它這次多了一個 在活塞底下多了一個 機油的噴嘴 那透過這個機油的噴嘴 我就可以冷卻活塞 那我冷卻活塞的情況下 就造成我 氣缸在燃燒的時候 溫度比較低 那我就可以加耗速比較低的汽油 同樣可以避免它爆震 我覺得它這個設計啊 跟我們傳統的思考方式 是不一樣的 也因為這台車的定位 它就是一台平價入門小車 所以說它可以採用這樣的設計 但坦白說這個技術 並不是 本田獨有 也不是第一次出現 但是 確實運用在小車上面是比較少的 那也為它創造一些 可能油耗或是動力表現上的紅利 對我覺得是有 有加分的 對有加分的 開起來怎麼樣 這台車我覺得整體的設定 就是會讓你覺得說 它該有的操控啊 穩定性啊 俐落 其實它都有給你 對 但是它想要給你 並不是一個很熱血的操駕感受 而是一個很穩定很信賴感 非常安定的車子動態 就是 就跟 很多車子現在的發展一樣 它要朝向一個精緻化 成熟化的 面向去發展 它不是 像以前啊 我只是講究 單純的操控性啊 我要轉向很俐落啊 底盤動態很熱血什麼的 現在沒有 對 但它還是具備這些本事 只是它呈現給你的角度不太一樣 我覺得就是 定位改變了 對 定位有點改變 它現在就是想要走精緻化 對 很明顯 這精緻化表現很明顯 從內裝的質感 到乘坐的舒適性 到動力的表現 因為 其實我們動力有一個 剛剛我們好像有點落實調 我覺得可以補充一下 就是 雖然說 你現在可能就聽得到 這個引擎輸出的聲音 但是它引擎本身的運轉平順度 真的很不錯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 像平常啊 我們在開這些豪華建國車的時候 其實你就會有個感受就是 因為他們本身啊 對引擎的震動 處理得很好 對 那你會確認 明明我轉速已經很高了 然後車子其實也是相對比較快 對 但是你其實不會感受到太多的震動 對 那現在這台FIT呢 開起來感覺就是這樣 對 即便我現在故意把它轉速拉高 我們還是可以聽到 引擎轉速帶出來的聲音 但是車子本身 它的震動感是 很輕微的 因為它的引擎這次就是 平順度增加很多 所以我們就不會有那種 好像引擎已經在 我們只聽得到高轉的聲音 但是我們聽不到那種 然後那個不是掙扎的聲音 對 那個不太一樣 就好像 快炸了快炸了 對 好像很動物 現在不會 現在就是我只是在一個高轉的輸出 那你會覺得 它在盡全力幫你輸出 但它不是在掙扎 對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蠻重要的一個特點 我覺得這也是 朝向金字花賣進所需要做出來的設定 對其中一步 其中一步 我覺得這一代的FIT啊 它講金字花 並不是說 扣頭說說 對 就像有些 有些車說我金字花就是 可能內裝比較好 貝貝比較豐富 但是它現在是在各個環節裡面 就把金字花的要素加進去 坦白說啦 一開始 上車的時候可能會覺得 哇這塊新的儀表板現在設計很不錯 用到一些軟質的 可能皮膚材質 你會覺得它一開始就覺得 它質感好像進步很多 但可能你往旁邊一看 門板坦白講 我覺得它的質感 還有在進步的空間 但是 它在金字化這一點 它做到很內斂在 操控性上 在舒適性上 我覺得這個就不是 只是表象的金字化 它是屬於更內化的金字化 我覺得這個東西 可能還是要它實際來開過 你比較能夠體會 因為 就像我們之前一直看規格表 看原廠的資料 其實原廠 即便有講這些東西 但是你如果沒有實際去開 去印證它的話 你根本不知道說那些資料是幹嘛用的 因為 坦白講我其實有一點點出乎我的預料 因為我原本也想說 它可能就是 可能內裝的質感稍微好一點 但其實我今天看到這個門板 看一看還是覺得 如果可以更好的話 那是最好 但是一開以後就 大概只有它到底在幹嘛 對 然後 這已經不是我們認識的筆了 對 該買這台車嗎 總結之前先跟大家預告一下 下一期的節目是 BMW 430i敞篷 另外我們8891汽車網站現在正在進行 百萬購車金大放送的活動 假設說你近期想要買車的話 記得去我們站長使用一鍵巡駕服務 從今天起到10月4號 每個禮拜都會開出大獎 那麼如果我們用一般消費者的觀點來進行 分析的話 到底在FIT上面會有哪三個值得買 跟哪三個需要考慮的理由呢 我們一樣先從優點開始 第一個優點擁有HONDA Sensing 雖然說配備在FIT上面這套ACC 它並不是全速域的 經過我們實測在時速25公里以下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解除了 但是因為它同時也具有 AAB自動緊急煞車系統 以及車道維持系統 所以我相信在進行長途旅行的時候 還是可以有效降低駕駛的負擔 第二個優點 空間機能優異 在小型先輩車集聚裡面 過去FIT就是以豐富的空間機能性所著名 而現在新一代FIT上面 它依然擁有這樣的優勢 不只是它的後座以及行李箱空間夠大 椅面一樣是可以往上翻 在硬結的時候 真的是相當實用的 第三個點 超價感受熟成 在所有的小型先輩競爭對手裡面 我們會發現 其實美愛車都有自己的常駐 有些是操控特別好 有些是舒服性很不錯 但是在新一代的FIT上面 它其實在操控以及舒適方面 取得一個新的平衡點 另外再加上 它這次的隔音表現 真的是讓人家印象太深刻了 所以種種因素加種起來之後 你會發現 現在的FIT 它確實在朝著精緻化以及 熟成感方面去賣進 已經不像過去一樣 是一個平價小車的定位了 那麼需要考慮的理由有哪些呢 第一個理由 需提高購車預算 在試駕完新一代的FIT之後 我們發現 不管是它整體的熟成感 質感的提升 甚至是配備的豐富度等方面 都是讓人相當有感的 但是我相信 大家更有感的 就是它這次的價格帶設定 即便客觀來說 這台車算是物有所值 但是對於許多人來說 能不能夠把你的購車預算提高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的 第二個理由 操控調性 不夠熱血 如果說你把FIT納入選項 是因為你本身 對於笨田魂 是有一股痴迷的話呢 那麼我覺得新一代FIT 可能會讓你有所失望 因為即便在這代FIT上面 它的超價平衡性依然是很好 但是你仔細去研究說 它的動力 以及超價特性的時候 你會發現 所有的設定 都是為了要提升它乘坐舒適性 以及它的駕駛器帶感而來的 所以相對來說 在熱血程度上面 確實會有所不足 以上重點分析 都跟大家說了 如果說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88917的 小鈴鐺也要記得打開喔 我們下次見